中信金控在今天发布众讯表示 董事会决意停止收购新光金控的计划 这场金控抢亲大战暂时宣告落幕 有专家直言主要就是因为 其实金管会已经是很明确的表达不同意了 金融业是特许行业 各项业务的推动 其实都是要经过金管会的审查 此时退一步才是明智之举 眼看中信金还想在新光金抢亲案中 凭败不复活 让银行局廖中华重申 金管会所谓缓矣就是反对 更搬出扰动市场的大帽子 让中信金内部态度大幅松动 原本在二十号的例行董事会中 就排定讨论新光金的投资案 最终决议停止收购计划 不过十月十一号的股东临时会 还是会召开 专家分析这会增加未来的并购弹性 因为金融业是金管会高度监理的一个行业 如果没有主管机关的支持 他要继续的走下去相当相当困难 如果这时候先退一下 如果将来台信金跟新光金假设 股东临时会没有过的话 那他还是有机会的 而中信金在正式放弃之后 台信金跟新光金的新兴病角力 仍未停歇 持续上演为突出大战 大股东之间更是频频隔空校正 现在新光金大股东林博翰质疑 台信金并新光金根本是蛇吞象 更欢迎各地的白马王子来提琴 而新光人受副董事长洪世奇 这喊话不要一直让轻痛愁快 一错再错 不用怕没有别人来追 这跟中信金要不要来 什么时候要来 没有关系 如果我们还要谈活病的事情 我们可以用更好的条件 去找更好的对象 这时候真正的角力才出现了 尽管审查的时候会看 台信金你也没有对新光人受的 增资能力 也不代表台信金就饱受过关了 随着这场场清大战 暂时划下据点 二十号中信金股价也回到近期高点 反观台信金跟新光金 则是开低走低 但最终信心病能否定案 就等股东会见证章 记者未挺于领域 特别好懂 台南新谷区 国胜灯塔旁的沙滩上 突然柱立一根 两三层楼高的漂流木 相当的醒目 不过有人就在猜 这个是装置艺术 或者是渔民设立的吗 来看看答案是什么 沙滩上突然冒出巨大漂流木 一株晴天的画面非常突兀醒目 靠近一点抬头仔细看 少说也有两三层楼高 游客都以为这是装置艺术 总力天空的那个漂流木 你会觉得 你就觉得这是装置艺术而已 刚好旁边有灯塔 这跟巨大漂流木 就立在台南七谷国胜灯塔旁沙滩上 有人觉得是装置艺术 也才会不会是渔民设立的标志 毕竟这么大的漂流木 没有机具 恐怕很难立起来 而这样的景象 也有人在曾文西口见过 但台江国家公园表示 这并非装置艺术 虽然作为分界 不过这样的行为 已经违反国家公园法第十四条 第一项第四款规定 经过国家公园管理处允许才可以设置 那如果没经过申请 那它的罚则是 可以储新台币三千元以下的罚款 相关单位要查清楚 究竟是哪个厂商树立 为了安全起见会先把它放倒 避免哪天倒下压伤人 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访报道 俗话说赌博十读九书 由民众到赌场打牌 一个晚上狂书快二十万 一度以为说 是不是自己的手气太差 最后发现店家是在牌桌下摆放剪刀跟乖乖饼干 一次是对阵来摆阵 要来对付赌客 民族专家廖大也就分析了 可能是店家下降头摆剪刀阵 要用剪刀来剪掉赌客的运气 上牌桌盒关开始发牌 玩家下注人人都想当赢家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当赌神 就有一名男子到赌场打牌 一晚狂书快二十万 一度以为是自己手气太差了 直到看到盒关牌桌下 有一把打开的剪刀 刀刃对准赌客 两边各摆一包绿色乖乖 左右还有两颗大石头 这诡异正法 疑似是店家部下的剪刀阵 要让赌客输到脱裤子 靠近盒关的地方 还有百鲜贝饼干 取自谐音旺旺 代表庄家生意火红 石头则是能压住赌客气势 不过民俗专家说 下降头做法要奏效 得发毒誓才能维持效用 我相信这个会影响到运气 身上也会戴一些比较可以 就是红色内裤啊 这个东西基本上还是看说 玩家怎么设置 赌博游戏十赌九书 百镇到底会不会影响赌运 见仁见智 但民众与其斗法赌一把 倒不如别去赌博场所 以免成为祖上肉 任人宰割 叫潘姓王胜炫 台中报导 10月5号将在台北大巨蛋 登场的国庆晚会 在今天公布演出卡丝 还有锁票规定 由庆酬会主委韩国瑜 台北市长蒋万安一起宣布 将释出5000张门票 给民众在9月30号线上索取 更加码透露 奥运金牌林洋佩 林玉婷也会领唱国歌 而先前传出活动经费 暴增一度募款卡关 现在确定哦 这个六家公股 范公股银行 一共捐1000万元 台北市政府官传局也澄清了 韩国瑜并没有另外募 依过去惯例公股行库前都会进入账户 我们这牧场会有点心土 听到募款问题 嘴角一抹浅浅的微笑 毕竟传出韩院长为了填补 3000万的国庆晚会经费缺口 到处募款却碰壁 韩半积极奔走下六家公股 范公股银行才点头一共赠助1000万 立法院开议的第一天 早上开会就非常的精彩激烈 我这个老心脏啊 早上上午在跳动很厉害 就刚才来这里看到 穿着国旗装进来跳舞 再加上模特儿走秀 我这个老心脏又跳动很厉害 终于有经费让二姐将会 能来国庆晚会好好表演了 可能是松一口气 还有心情开玩笑 也大赞的今年备孙 是华国美学的国庆主师爵 能唤起大家的爱国心 今年北市府主打国家级庆典 委安费用舞台设备表演团队 通通要钱 因此经费暴增掀起蓝绿大战 内政部强调每年预算播补都相同 但朝委会主委徐家清话说得很酸 我们不晓得他们筹办过程 到底遇到什么困难 想要办得更加丰富 多付出的经费 就要由各自县市政府去筹款 向来都是惯例 最富有的台北市应当不是问题吧 韩院长没有出面募款 其实庆酬会的这个账户 本来就会有这个 配合的一些公营行库的预算进来 10月5号国庆晚会2万个席次 9月30号将开放5000张门票 给民众线上索取 400张提供给长者实体索票 当天奥运金牌林洋佩林玉婷 也会在长岭唱国歌 现在资金就位 就看当天活动有没有到位 接下来民众台北 咱们报道 请不吝点赞 阮订阅 咱们报道 请不吝点赞 阮订阅 适一位 发行的 错过来民众台北 空谅